嗨,大家好,我是小燈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不是薩斯鳳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視聽設備 那我們在學習的音樂道路上呢 我可以聽得到更多細膩的聲音 還有聽到更多細節的音樂的話 我們在學習音樂道路上的時候 我們就會越在意這些細節 那你越在意這些細節的話 你在學習音樂的路上 你就會發現 好聽的音樂 我應該要做出更多的怎麼樣細節的控制 那其實我剛錄課也沒有很久 大概錄課了大概一年多左右的時間 因為其實我平常也是用 單純是用我們去光蘭買的那種電腦音響 或者是我們去NOMA買的這種電腦音響 那自從我開始錄課 真的Hi-Fi錄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個錄課好聲啦 那藉由這個機會呢 我和大家分享說 我換了哪些設備 它的聲音可以改變成怎麼個樣子 當初的我用的這個擴大機呢 是馬蘭斯的8005 然後換到了這個古今的K422之後呢 因為它的推力大了很多很多 所以第一個是它的地平下去的非常的多 淺度也下了非常多 然後量也變大了 那你會發現它地平比較推得出來 所以這個擴大機是我在去年就先換了 那我的DA呢就是 所謂的DA就是我的數位轉成類比這個過程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翻譯 這個電子檔要翻譯成一個音樂的訊號 那這個DA呢我本來是從華碩的這種 我們所謂的電玩的這種電競音效卡 或者是遊戲音效卡 然後慢慢的從三千五千 然後過來到一萬 然後過來呢我在之前呢就換了一個 比較有名的網路上一個D90耳機在用的 這個專門的一個DA 那這個DA呢在網路上呢非常紅 因為在這個價位上算是非常非常非常 CP值很高的一個數位轉類比的一個機子 聽一聽聽一聽的時候我就發現 相較於我的喇叭跟我的擴大機 我的DA好像是在裡面比較不足的 所以我三個月的時候我就換了一個比較好的DA 那從大陸的DA我就換到一個這個日本品牌 這叫Tiak 701 那因為在網路上呢找不到太多升級DA 然後會產生怎麼樣的聲音 我覺得玩音響或者是聽這個音響啦 不像我們在玩薩斯鳳一樣 就是說我用了這個樂器加上我的這個脖子 再加上我這個吹嘴 假設我今天只要去試樂器 我就可以用我原本的吹嘴去試這個樂器 那假設我今天要試吹嘴 我就可以用我的樂器去試這個吹嘴 我就可以知道我這個設備換下去的時候 會產生怎麼樣的變化 可是音響這個很困難 因為你聽人家的設備 或者是你在網路上聽到這個單純這個機器發出來的聲音 只是當下它沒有比一個比較值 所以其實你買了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也不可能說 老闆你可不可以這個機器借我回家聽一個禮拜或者是三天 有升級的話我再買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深的一個可能 因為你必須得擁有它 你才有辦法知道說你升級的到底換了什麼東西 聽感到底增加了多少 細節聽了多少 那這個Tiak 701呢 跟我潛意之用的這個D90 差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機器大小差蠻多的 原本的那個D90大概只有這樣子 可能只有它的四分之一的體積而已 小小非常非常非常多 大概跟一本小說的書差不多大 可是現在變成這麼大 跟擴大機接近一樣大 好的那我換了這個之後呢 我聽了侏羅基公園 那它中間進來的這個 低音大提琴的時候 加上低音谷 那這些樂器加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琴不是只有一支 以前我聽到好像只有一支 現在聽到的是一整片的 然後呢你會發現說 這個琴的聲音是走在樂團前面的 就是不會這麼的慢 聽久之後你會發現 啊這個樂器速度慢了 或者是什麼樂器速度慢了 通常低音速度會慢的原因是 因為低音本來就需要很大的 推力去把它推出來 所以它相較於高音 它的反應速度比較慢 聽久之後你會發現 原來我以前聽到的 低音步是慢的 而且是慢的大概八分之一拍 或者是0.1秒這種感覺 就覺得 它是一直都沒有在時間點上 那當你聽到這種 精準的這種大提琴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原來這個大提琴的聲音 是在樂團的前面 那低音步又要帶著這個音樂往前走 所以 除了亮邊多之外 然後速度也對了 那下一件事情就是 它下前的聲度 比我以前聽到的還要深 例如以前我聽到的聲音最低就 下起來 就會更低 那它可以下到更低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哇這個聲音聽起來就更立體 更壯觀了 那第二個呢 我聽到的最大的改變是音色 以前那小浩的聲音 比較像鴨子腳 就是 那我換了這個之後呢 小浩的聲音真的比較像 銅管樂器它比較亮 然後比較 有光澤的這個聲音 那這個也是影響蠻多的 因為你聽過真正的 對你的音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以前的聲音好柴 那像Messia的音樂 有時候裡面會有三角鐵 或者是響板 那這些樂器一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它這個 如果解析如果夠高的話 它應該是 這種聲音 是很清脆的聲音 那這個是 第二個是音色上的改變 我也覺得差非常非常的多 有些它的音樂呢 它是用鋼琴在伴奏 應該說 比較等級沒有這麼好的DA的話 你會聽起來 你會發現 以前我以為是它用電子晶在彈 不是它其實是用真正的鋼琴在彈 所以那個感覺其實落差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小提琴的話 就是音色上的話 小提琴在拉弦的時候 那個弦在震動的那個聲音 其實應該是像 真的比較像弦樂的聲音 那如果是用比較 古舊款的這個DA的話 你就會發現 解析也夠高 可是它的聲音怎麼好像 柴柴的 有點乾乾的這種扁扁的聲音 對所以這種聲音 如果沒有經過升級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理解說 這個音色上的差距是有多大 那兩萬多的DA其實它的解析度 我覺得已經算高了 可能我還沒有聽到更高規格 但是相較於我現在這一台 我覺得解析度它們兩個 沒有差到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音色上的差距 然後第二個是低頻速度上的差距 那第三個呢 就是它下潛的深度 低頻下潛的深度 然後第一的解析度 是差最多的 這四個裡面我是覺得裡面差最多的 整個聽感提升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有薩斯風朋友的 你們也有也是稍有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這些知識 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自己使用的系統之外呢 然後我換了這個DA 再玩下去更深的話 還有前級跟後級 那這個是之後的事了 那我自己用的那個喇叭呢 是KEF-LS50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在視聽上也有任何的疑問 你可以在下面交流喔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裡啦 這集是輕鬆的影片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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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過了 我們要找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在家裡 我們不會找到 one 你還是玩到一個 我們不會找到一個 然後我們不想 我們不想 我們可以 我們想不想